哈喽,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,乐老师又和我们小朋友见面了。 今天呢,是我们暑期的最后一节课,当然啦,到最后一节课,乐老师我呀,可就要来考一考电脑前的你,这个暑期到底学的怎么样呢? 哦,所以呀,今天这一节课,希望我们小朋友注意了,让你的爸爸妈妈把我们今天这一节课的讲义给他打印出来,然后呢,注意了,要花一个小时,当然啦,也就是60分钟的时间将整套的试卷完成。 注意了,当你全部做完了以后,再来观看本节课的视频吧,宝贝们,祝你取得好成绩哦。 小朋友们,这段时间的学习,应有什么收获呢?有勇气跟我一起来挑战吗?谁会是最勇敢的孩子?相信自己,你一定是最棒的,让我们一起加油! 怎么样,宝贝们,这一套试卷你做完了吗?非常的好,那么接下来呀,跟着乐老师一起来看一看,这一套试卷你到底做的怎么样呢? 注意了,如果这一道题目你不小心出错了,乐老师希望我们小朋友啊,千万不要用你的橡皮把错误的答案给他擦掉,那么我们要用另外一种不同颜色的笔, 在旁边把正确答案以及解题过程写一写。所以啊,希望我们小朋友要养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学习的习惯,方便以后我们大家呀复习。 好了,那接下来话不多说,赶紧来看一看我们本套试卷的第一道题目吧,你做的怎么样呢?快来看一下。 嗯,第一道题目出现了,小力和小军谁吃的多?给吃的多的打上钩。 注意了,我们小朋友一定要认真审题,有一些同学呀,在面授班,根本就没有看题随意的去打一个勾。 注意了,请宝贝们把这个多字给他圈起来。 注意,那我们来看一看呀,这个图你是否明白呢?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,首先这一道题,本题考点,实际上就在考察我们小朋友有关于推理比较的知识。 但是啊,这个问题请你注意了,他呀并没有直接告诉你小力和小军分别吃了多少。 那我们来看看,你看呀,小力,请你迅速的告诉乐乐老师,原来有多少个苹果啊? 二,四,六个,对吧?我先把它写一写。 好了,那小军呢?小军原来有八个苹果,没错。 好,吃了一些,吃了多少,我并不知道,但是我知道还剩。 嗯,小力还剩四个,那小军还剩三个。 好,接下来注意了,诶,乐老想问一下,电脑前面聪明的小朋友,请问小力他到底吃了多少个苹果呀? 有几个苹果在肚子里面呢? 列个算式你会吗?怎么样? 六减七四等于二,非常的好。 好,那我们再看一看,小军他到底吃了几个苹果呢? 一共有八个,注意了,吃了一些,还剩三个。 请问多少个苹果在肚子里面呢? 那就是八剑三等于,非常的好。 哎,有关于这个十以内的数,注意了,它的分解呀,与组合,我们小朋友应该特别特别的熟练了。 好,那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吧,请问谁吃的多呢? 很显然,来吧,你快来报一报答案。 应该是,没错,就是小军。 好,所以呀,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打一个勾了,对不对? 好了,那这一道小题,电脑前面的小朋友们,你做对了吗? 好,一块来看一下我们电子版的这个解答过程啊。 注意了,小丽呢,他吃了两个,而小军吃了五个。 这样比较的话,当然小军会吃的多一些。 OK,第一道题,我们就先说到这里,你不要得意哦,继续往后看一看吧。